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法制特勤组 我是陶纯 买家电还能够得到补贴 这件好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 其实从2022年的10月1号开始 上海就出台了一项总额为2亿元的上海市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 只要通过云闪付APP绑定银行卡来购买绿色智能家电 就可以享受支付额的10%最高1000元的一次性绿色智能家电的补贴 那么这些政策原本是为了鼓励大家购买绿色家电 支持环保事业 不料却有部分不法商家通过拉人头的办法骗去补贴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近日 一名名叫小凡的微信用户发布了一则兼职冲场广告 声称只要参加一项利用云闪付APP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的政府优惠活动 就可以拿到70元的工资 记者报名后随即被拉到了一个有着十几人的微信群 群里一位活动负责人表示 活动要求兼职人员手机上有云闪付APP 而且APP要绑定银行卡 5到10分钟左右 红包其实历解 要求没有通过云闪付购买过家电 政府活动 要求形象好点 穿着干净 不要太邋遢就行 此日记者按照群里的要求 在中午的12点来到了位于松江区九干路 一处名为海尔志家的电器商店 随后一位现场负责人 把记者和其余三位招募来的人员带到了店内 依次开始进行所谓的交易 对方见记者有所顾虑 随即表示让记者放心 不会有任何麻烦 这个对我们没啥影响吗 没有没影响 到时候过来找我麻烦 不会有任何麻烦 就是相当于报门买家电 不一会儿 记者的银行账户就先收到了对方转来 用于购买家电的7344元 都转多少钱 7000多 不能不转点吗 不能 都转点都刷点 大概就是一单 相当于买一个机器嘛 只刷一单机器 对方还十分小心地叮嘱记者 买家电只是走个形式 成交的到底是冰箱还是彩电 发货时间地址等细节 记者都不用管 如果有孩儿的客服打电话来询问 一定要记得拒收 不要露相 随后在对方的指引架 记者打开云闪付的付款二维码 顺利完成了交易 根据记者云产付交易记录显示 记者于5月18号下午1点09分完成交易 这笔订单金额是8160元 享受了2022年上海市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活动 优惠利益减816元 最终记者支付给上海红图基电有限公司的金额是7344元 而这正是先前记者收到的用来代为交易的转账金额 那么这笔816元的绿色家电消费补贴 最终到底是由谁来买单的呢 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 上海市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的资金 统一由财政部门拨付给相关企业 经过记者的一番暗访 商家的这套拉人头从而骗取补贴的操作 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 企业是通过雇几个托 再进行虚假交易 政府原本的惠民补贴资金就被套取了出来 那么商家的这一行为是否违法 到底该由谁来进行监管和处罚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于涉事的这家门店挂着海尔三亿鸟的门头 记者到海尔官网进行了查询发现 松江区的这家宏图海尔之家 确实是官方授权的销售门店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官方网站看到 2022年上海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活动 第二阶段拟拨付资金攻势中 与记者进行虚假交易的上海宏图机电有限公司赫然在列 而且享受的消费补贴达到了371万多元 记者随即走访了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而工作人员回应称 此事不在市场监管区的职能范畴之内 记者随即又联系到了主办此次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活动的市商务委 工作人员回应称 此事如清查实会有相关处罚 这个如果是要去骗取财政资金 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这个是司法部门的事情 当然有处罚了财政资金可以随便骗了 对此后援律师表示 商家设置虚假交易骗取补贴资金这一行为 很可能已经涉嫌诈骗 因为它是采取一种虚构的这种交易形式 然后去骗取国家的这个绿色的环保的补贴 以及换新的这种补贴 这是触犯了这个法律的 因为它是一种虚假的行为 那么骗取金额如果达到一定程度的以后 那这个是构成诈骗罪的 除了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后援律师表示 被骗取补贴的单位 也可以向涉事商家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他返还不当得利 来追回补贴资金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钱 骗取的补贴怎么去处理 那么有两种方式可以处理 第一种叫刑事负贷民事 那个违法所得肯定要退赔的 甚至要去罚金 这个钱呢 退赔了以后呢 再还个国家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 这个骗取补贴的这个单位 实施单位 它可以提起民旗诉讼 那么它如果是虚假的话 要求它不当得利放还 不仅如此 以兼职为名 参与其中帮助牟利的人 也有可能构成同贩 至于说 参与其中的其他人 有可能会构成共犯 为了这营头小令 你进去以后 你如果参与其中 你明知 这个是骗取补贴的 也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你参与其中呢 你有可能就共产共犯了 共犯了以后 当然你这个 首先第一个 你为防所得要退出来的 第二个有可能 还有老鱼子在 截至节目播出时 记者暗访的这家海尔授权商户 仍在继续正常经营当中 政府实施消费补贴政策 原本是为了鼓励消费 但是一些企业和商户 却没有按照诚信原则 参与活动 而是通过拉人头 设置虚假交易的方式 来骗取补贴资金 这样的情况 究竟是不是个案 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 不仅能够对设施商户 进行彻查 同时呢 更要对补贴制度 背后的执行漏洞 及时进行查漏补缺 避免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在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呢 有一处商务楼 叫中海国际中心 最近呢 这座商务楼22楼的 租客胡女士 向我栏目反映 同楼层新来的租客 不仅擅自装修了 全楼层的公共区域 而且呢 还把部分公共空间 封进了自己的公司内 胡女士呢 多次和物业沟通无果 选择暂缓支付租金 没想到呢 物业的回应 竟然是停了他们公司的店 那么这个新租客 和物业的做法 是否合法呢 胡女士的维权 是否做对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 特勤员的调查 中海国际中心 是市中心的一处 甲级写字楼 2019年 求助人胡女士的公司 就租在A座22层 今年初 22楼的另一侧 来了新租客 一来便开始了装修 本来有两个通道 可以选择电梯上来 往左走 往右走 都可以到达我们公司 但是现在 当时他们就是 把一端的通道堵掉 后来在我们的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阻止下面 终于他们把那条通道 这件事情 就是给复原了 走廊通道 虽然重新打开了 不过新租户 依旧把其他的公共区域部分 装修成了自己公司的风格 比如电梯间 原本的浅色砖墙外 安装了黑色的护墙板 首先电梯间 就是光线就很暗 然后他们把我们的那个水排 公司的那个水排 其实也挡掉了 按那个电梯下楼也很不方便 因为那个 它没有声音的 本来就没有声音 然后现在整个光线变暗以后 就是你基本上是看不太到 就是你可能要错过 起码错过一两次吧 把本来非常明亮的一个结构 秩序全部都打破了 现在完全就是根据他们所谓的 老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公共区域的装修 全部都变成了他们的那种风格 22层的这个新租户 还在公共区域内 铺上了自己的地毯 一直铺到了其他公司的大门边上 整个楼层风格的改变 让胡女士等其余三家租客 都感到难以接受 是他们的地毯铺到可能铺到我们这边 铺到铺到铺到这边吧 就是公司门口 对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状态是割裂的 就是我们一半地毯可能是这样 另外一半地毯就是他们那样子的 如果我的客户 他们到22楼来找我们公司的话 他们会觉得走错楼层了 他们会觉得这一个楼面 不是原来跟我们接洽的那个公司了 此外 原本楼层里的公共厕所 也被新租户重新改建了 女洗手间原来有三个水槽的 他们改成了两个水槽 这里本来是一个残疾人洗手间 然后现在他们把这个区域占为己有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VIP洗手间 全部都打掉 全部改掉了 对比其他楼层的洗手间设施可以看到 22层被改装后 原本残疾人洗手间的一些辅助设施 都被拆除了 我们在跟物业投诉的过程当中 物业也反复强调说 这是对我们整个楼面的一个升级改造 对于物业的说法 求助人和同楼层的其他租客并不认可 他们认为新来的租客并不是物业方 他只是租用了22层的部分空间 因此没有权利擅自对整个楼层进行改造 这是一个公共区域 我们的认知是你公共区域 你不能随意改造 那你说你是升级改造了 那是不是我喜欢蹲坑 我喜欢Hello Kitty风 我也可以把它改造成这样的一个风格呢 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就可以去动所谓的公共区域 这不合理啊 除此之外 特勤员在采访中还发现 22楼新租户装修室 将一条公共走道 封进了自家公司内部 原本回字形走廊的一条北侧通道被完全封闭了 那这个门里面呢 这个门里面 因为这个其实是公 你指的是哪里啊 就这扇门 这个里面 现在可以看到里面拍摄就不太方便了 就你们这里面就是公司内部了 是吗 就平时是要门进 但是里面就是你们公司内部了 对对对对对吧 外面反正不可以进 不可以随便进 对是这样 但是这不应该是个公共走廊吗 这个具体的 我们让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来 为了搞清楚楼层分布的原始状况 特勤员来到了大楼的其他楼层 我们刚才呢 是在22楼看到啊 其实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就已经被封在了公司的这个内部场所里 那么我们现在在其他楼层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位置应该是一条公共的走廊 而关键是在这个走廊里 其实还有一些报警设施 以及消防栓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 也同样被封在了公司的内部 事实上 对于消防设施被封进新租客公司内部区域的做法 22楼的其他租客也一致认为 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新租客入住后的一系列行为 他们多次向物业进行了反应投诉 要求恢复原状 可都没有得到回应 由于多次投诉无果 于是求助人所在的公司在今年的3月30号向大楼管理方发了一份公函 表示会暂缓支付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要求进一步的沟通 可是接下来的所谓沟通依旧如故毫无结果 直到今年的6月1号 大楼的管理方直接将他们租用场所的电拉掉了 6月1号的11点的时候 他们物业的一个基金里发了微信告诉我 他们要断电了 断电不仅影响了公司的正常业务 连日常安全都成为了问题 断电给求助人胡女士公司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他们觉得很委屈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将公共楼道占为己有 导致报警设施以及消防栓等公共设施无法正常使用 擅自更换全楼层装修风格等等问题 都是那家新租客有错在先 但是最后老租客向物业投诉交涉的结果 却换来了自家公司被拉闸停电 胡女士说在被断电之后 她从侧面了解到物业对于老租客的投诉 一直无动于衷的背后 还有着其他的原因 隔壁中海地产是和中海国际这个物业 他们是属于是同系统的一家公司 集团公司 22楼的新租客属于中海地产 这整座写字楼是中海国际中心 正因为是所属同一家集团公司才导致如此操作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呢 科学员试图在采访现场找到新租客和物业这两方进行了解 可双方都不愿直接回应 你可以帮我们按下电梯带我们去这个管理处吗 那我们领导今天不在 我也在正在请示他 稍微等一下可以吗 几经周折后 中海集团方面终于派出人员与特勤员取得了联系 但对方表示只能接受电话采访 更有意思的是 这位中海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既代表租客方 同时也代表大楼的管理方来给予我们回应 果然22楼的新租户中海地产和大楼的管理方中海商业 其实隶属于同一家集团公司 这位工作人员还声称 新租户的装修方案是经过正当流程审批的 那他装修有经过过这个报批吗 经过过 是像其他租户要装修一样的报批手续 包括他对于公共这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 对的 我们是一整个方案提报的 然后是一整个方案得到批准的 如果是常规的 不是兄弟公司的关系的话 像这样对于公共部位装修 或者说是改装卫生间这样的话 也都是可以的吗 他首先是有一个大的前提的 就是首先他必须是要不能够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 比如说你违反了消防 对吧 就是这种公共安全的事情是肯定不能被允许的 不管你是谁 对于其他租客提出的公共部位的改装 以及消防设施的设置不符合消防法相关规定的观点 这位工作人员再次强调 他们的装修方案经过了大楼管理方的审批 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就是在报批的这个时候 已经通过了这个装修的这个消防的验收的标准 所以不存在消防隐患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为难的点在于 您问的我这么具体的某一个点 是不是有什么消防隐患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可能真的是需要消防本身来界定一下 鉴于中海方面这样的回应 特勤员将此事向黄埔区消防救援支队做了反应 消防管理部门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在现场检查后认定 存在占用疏散通道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之规定 消防部门已经立案查处并责令整改 并将违法施工情况超送区建管委核查 截止目前 中海方面给予的回应是 已经完成了整改 而求助人胡女士一方 由于与大楼管理方关于租赁合同产生了纠纷 并且对于同属于一家集团的新租客 与管理方这样的做法不满 目前已经搬离 对于这起事件 法律专家建议 胡女士有权通过法律渠道 以停止侵害或者排除妨碍为由 进行维权 他这种装修实际上已经是超出了他的专有部分 他已经在共有部分进行一个装修 那么这样的装修 其实按照我们的民法典的规定 它是不合不合法的 这个其实侵犯了其他的作户的一个合法利益 我个人觉得如果他这个装修的这一方 他跟这个物业不是同一家集团公司的 很可能不会批准 你物业的同意不可能就让其他人的违法建议变得合 因为因为他损害的是其他人的利益 就是这些少部分租户的利益 与此同时 作为管理方在拉电前没有提供书面通知 也是存在瑕疵的 如果他有权清退的情况下 能不能拉电断水断电呢 这个在法律上严格说是不可以的 但是实践中呢 这个又是一个最常见的做法 因为最有效 具体到这个案件里面呢 正规的程序 它应当是你不交租金 那么出租人应当给他发一个解除通知 提前解除合同 然后我要清退 然后我会给你断水断电 但是在本案中 他没有给承租人发解除通知 甚至也没有一个书面的清退通知 只是告诉你 你要不交租金 我就断水断电 这个其实是不太严谨的一个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